大家好我是宇凯 非常开心HIFI官网站 他们寄来一个全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 SMSL的D10小语报DAC耳扩 这个产品不得了啦 它的售价在HIFI官网站 大概换成新台币是2200块左右 但它非常夸张的是 它的声音的品质 可以去以下饭上 又可以去压制底下的产品 有大推力又有4.4全平衡 太夸张了 但是它稍微还是有割舍掉一些功能的部分 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声音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 马上就来看看吧 好啦那么在我们开始介绍之前 HIFI官网站 他们又开始进行了 8月18号到8月25号的大特价了 快上去他们的HIFI官网站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耳机 进行特价呢 在下面的资讯栏 我也会贴上他们的大特价的网址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哟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包装内容物有哪些东西 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耳阔小尾巴本体 来哇塞 很好看喔 还有这种线条感 你看这边开窗 哇 还有这个压克力或是玻璃的 哎呀非常好看 甚至这边更夸张 这一面 通通把全部的电路板都给你看到了 而且大家看到这边有两块两块 不知道哪一个是耳阔的部分 哪一个是解码的部分 它这次呢解码使用的是两块的CS43131 两块在里面 在这个价位2200多块就已经用到这个程度非常夸张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旁边的部分这边 这边呢是它的音量大小 那它就没有其他功能就真的是纯纯的音量大小 那它很贴心啊 这边还帮你做一个你手摸的时候会有一种可以抠到的东西 就知道那是音量的减少 好那顶部的部分呢是它的Type-C的连接孔 那么最后面这边 耳机输出的地方呢有4.4跟3.5AM的两种输出 那么它的官方呢有去写到说 它的4.4全平衡可以来到500毫瓦的推力 在30毫瓦的情况下非常的夸张啊在这个价位 那但是呢3.5AM的非平衡它没有特别写 所以我觉得3.5AM大概又是推力不大100多毫瓦而已啦 那么里面呢还有一条Type-C to Type-C的连接线 以及一张保修卡 好那所有东西就这样了没了 那它比较简单一点点 然后它的功能性呢也非常的简单 音量加减啊就是音量加减 它也没有两个一起按啊 那切什么绿波模式啊 或是高低声音啊 没有通通都没有 也没有可以支援什么USB基点力 没有就是纯纯的让你加上USB连接线 插上你的平板 听音乐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第一副耳机搭配的是这个 Shorr的AS15平板这末耳机 它需要一点大推力去推动它的 诶不错诶 D14也是全平衡到500毫瓦 确实能感受到 那声音给它灌饱的那个感觉 是非常棒的 而在它声音中高频的表现 我可以感觉到去听人声啊 诶那个声音的分离感在这个等级开始有做到咯 你可以感受到跟它以下的产品等级跟它下面的产品一比 诶底下的产品就觉得跟它糊糊的好像声音黏在一起 但你一听到D14的时候 诶声音开始有分离开了 一些动声音的跟声音之间的前后的那些立体感 你也开始感受的出来了 但是呢 因为D14这一次它做的是声音比较暖一点点 声音比较圆一点点 就刚好搭配到我们的S15 它也是暖掉了 结果暖上加暖上就觉得 诶好像少了一点更多声音的分离啊细致啊细节的感觉 这会在这地方差了那么一点点 而在低音表现的时候能量灌进去了 你可以很好感受到它的低音弹出来了 但是呢 在这个价位你还是会感受到 它的低音好像是比较快撞快撞 就是没有那种伸缩自如的感觉 就是要有弹性要有回来 然后那个尾韵的声音的往后延续的感觉 所以那低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没办法没办法 它就是帮你做到了 有4.4全平台又有大推力 然后又声音大概有到再多一点点分离感 这是它这一次推出来最大的声音表现 好那我们第二副机试听的是这个 新歌的Super Mix Phone 那它里面呢 是使用压电陶瓷啊 跟拼盘震膜啊 声音就是粒粒分明啊 线条感很清晰啊 但是少了一点 声音的润度 刚刚好我们这次低时 我们前有说到 声音是比较远润的 刚好搭配它 形成一个声音的一个调和 然后我刚刚去听的 YO ASOBI的IDOL 刚一开始的低音弹出来 一下子就会感受到 它把那个动圈单元给带起来 因为这一次的 Super Mix Phone 它是设计非常好推动的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哇那低音被带起来的能量 下去 虽然它不是弹得非常深 但是你可以感到 低音的亮感跟质量 有被很好的充分发挥出来 再加上YO ASOBI开始唱歌的时候 哇塞 人声的润度到了 声音的亮度也起来 但是又不会让你感受到 刺激感 然后分离度 D10这次有把它做出来 所以你就觉得 诶 搭配Super Mix Phone 用这样子超低廉的价格 就能有非常棒的好声音 好了 那么下一副 今天我去挑战更高一点点的 君子的Butterfly 61T 那里面用了非常多的动铁 跟一个动圈单元去组成 所以它的声音就是 比较多的中频的那个密度会非常好 但是它又不把它做的特别的亮 但是又可以保存出 声音的细节出来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而且有那个动圈单元 低音的那个能量 广度的感觉 有一题我喜欢的地方就在这里 加上我们的D10之后 我去听了Ado的Usewa 哇 夸张的 光第一个声音跟你炸出来的时候 那个能量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时候 该有低音能量感啊弹性啊 声音的润感 刚刚好加进来给 61T的时候 你会觉得声音的润感刚刚好 但是细节呢 又可以去表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搭配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便宜啊 再加上61T它是声音密度很高 但是它不会把那个亮度呈现 非常出来 再加上D10之后 它帮你再润一润这种声音 可以让你去听这种刺激感的歌 但是呢 可以保持在这种舒服的状态 所以听到这边 我们已经可以来帮大家做总结了 SMSL D10 小尾巴DAC耳扩 确实在这个价位带 给你两个DAC 又给你4.4全篇 又有大推力500毫瓦的情况下 它确实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 它跟下位的产品一比 你可以感受到 声音的细节多了非常多 而且它声音的润感又做的特别的好 再加上 开始有声音的分离感 这是你很好可以感受出来 而且有了大推力 去推那种低音的时候呢 你也会觉得到 它的气力困难 有了 有那个力量感出来了 但是呢 在往上跟它多一点点前到 2900多3000的一比的时候 你又开始感受到声音的差距了 也就是在声音的宽松程度 声音的韵味感 以及更多的分离跟细节呈现 确实 还是有差的 但是呢 只要2200块 就已经有差不多这样子 声音的平均的水准的时候呢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哦 所以呢 它还是比较适合去推一些 比较容易推动的耳机 如果你要推那比较难推 像我们刚刚到做S15的时候 虽然已经有开始感受到 力量足了 但是呢 你让它更多清晰的感觉出来啊 浮现出来 带动起来的感觉呢 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 甚至呢 我后面还去帮你试了一下啊 堂主的挪杂那个超多单体的一听 不行 还是推不好 但是呢 去推新歌的EM10 哎 又非常的适合 因为EM10它就是设计非常好推动嘛 所以哎 你就可以感受到 好推动的耳机 在D10身上是很容易发挥的 但是难推一点点的 还是需要 再好一点的小语巴 DAC的扩 甚至是捉扩啦 好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次的开箱 SMSL的D10小语巴 DAC的扩 那么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